画家终于要加强了 说实话我还是蛮希望看到画家的影子能够多出现一会儿啊 画家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蛮适合新手的 他就是前面有点难啊 就是你要回头去看他 但是当你一旦吸出这幅画来 咱们的话啊只要放在咱们面前 一般来讲啊段位不要太高的屠夫 他不会去躲画 那么你的话是很容易能够遛的三台一马鸡 再加上他本身就有一个没有血线的一个这个特质 所以的话他更加的适合新手啊 那么这一把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巅峰局 但这个的话我感觉这个巅峰小丑的话不太会玩啊 那么我们的话是比较克制小丑的 就是你的话一定要尽早去吸出这幅画来 好话不多说我们来看这把如何去四跑巅峰小丑的 这样没有看话可以消息的不错 竟然没有看话好家伙啊 嗯 修吧 还是有点亏啊地道 啊地道 小丑不会玩 装无限锯啊 为什么不装无限锯 裂开了 另外有小可想要快速提升技术的话也可以看下方的课程里面有全人类的一个细致教学哦 读摸球也挺关键的啊 下方CD的话我们找地方防一波他的无限锯啊就可以了 办个球提升技术在这里 不摸不摸也行吗 不吵这肯这肯这肯定要那啥了肯定要摸血了 有没有大心脏 我走了开心机去了 不是你不就在那个地方好好呆着呗 你过来干啥呢 你不就在那个地方好好呆着吗 这小组在玩什么啊 这巅峰小丑是确实是这样的 拉的跟头大便一样 我感觉他还是要拒我 我也说不出来 有种微妙的感觉 他等下我感觉还是来找我 无限锯 闪空了那我们走了 投降了我找心态崩了 心态崩了我靠 这个小组实力都不够高啊